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我幾個數字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幾個技術 就是5奈米 這是目前最先進的 3奈米2奈米 我們先不講的話 5奈米 其實台積電佔了80%以上 佔了80% 那如果再把7奈米也給納進來 就是我們所謂10奈米以下的話 台積電佔了92% 好 那這麼高的一個市佔 用在哪些地方 你如果說手機啊 如果說什麼 汽車或電動車 說真的這個 都還好 但是呢 你太空 軍武 包括你的這個 這個發射到外太空 那個叫做什麼衛星 這些都要用到高階運算的晶片 都要晶片 都要晶片 那這些晶片的技術 就是要仰賴台積電 所以我剛才已經講到 這麼重要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沒有人敢去動台積電 而且目前台積電 整體晶片產出的出口 超過六成 四到北美 超過六成四到北美 那你就很明顯 就表示這些晶片 都運用在哪裡 運用在美國 這些大廠 當然從過去的角度來看 實際上 英特爾已經錯過 能夠跟台積電 這個相批敵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講真的 現在慢了 如果你問台積電 台積電是很客氣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還在跟 英特爾學習 可其實不是 但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是不如我 但是我不好意思說穿他 對不對 那因為英特爾現在連七奈米 都還沒有正式的出來 所以實際上要追上台積電 我真的覺得 有很大的困難 當然這個劉德英在講 這個概念 其實就告訴我們這一件事情 就為什麼 我剛才講的這個試占的部分 你要去動台積電 真的很困難 你知道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不是才 這個他們開 在美國也找台積電線上 一起開了一個會嗎 有有有 其實在這個其實在這個當中 有一個大家都在擔心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台積電 不願意把晶片 出口給 比如說美國 或出口給歐盟的話 不要說什麼停擺 汽車沒辦法開了 是 手機沒得用 你現在的5G 甚至你的飛機 你的導彈也會亂飛 所以基本上 有這樣的一個先天條件在 所以我覺得 我從頭才說 最安全的地方 就最危險的地方 就最安全的地方 原因在這裡 那當然很多人會擔心說 可是 這個台積電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保護我們 我先給各位一個數字 讓大家把這個心情安定下來 台積電百分之97的資產 百分之97的資產都在台灣 百分之97的資產 很多人擔心說 哎呀他都要到國外去設廠了 這個不用擔心 他們沒有去看那個數字 即便他到國外設廠 目前好 就算說我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會稀釋一點比例 但以目前來看 百分之97在台灣 能稀釋的有多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所有最高階的技術 對 未來 明年很快要量產的3奈米 後年2奈米 還是在台灣啊 所以他在海外的那一些部分 其實是我可以釋放出去 然後你也還沒有辦法模仿我 但是我真正的核心 還是在台灣 包括我的人才跟技術 都在台灣 所以我覺得大家是真的不用想太多 不用太過擔心 當然這個 陳彥是這麼說 可是也有人就在擔心啊 尤其像我看到有一些美國啦 或者一些所謂的專家們 外國的專家 借大使 他們的看法又不是啊 有人就講說 你要知道用晶片用很兇的是哪裡 中國大陸啊 他們現在是主要的消費國嘛 所以他們就很需要的話 不如就乾脆直接把台灣拿下來 這樣更快 那這樣的話台積電就落到我的口袋裡了 所以我要有多少晶片就有多少的晶片 有人居然是這麼說 那這樣好了你想想看 這個台積電是不是可能 現在是這樣說沒有錯 可是有所謂的 矽頓成為護台保證 就用這種論調的人 就深深的打上了一個問號說 不是哦不能這樣看 那您的看法呢 現在就是各種不同的聲音都有 對像這個玉琴剛剛講那種聲音 也蠻多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台積電流動 這個講話很有智慧 因為這個會讓這個台積電 可以不必再受到更多美國的壓力 把這個台積電強迫搬這種高階晶圓 晶片的這種生產廠搬到美國 因為美國事實上已經逼著台積電 跟這個三星 把一些高階的晶片製造 廠射到美國去 他能怎麼逼呢 他現在 現在第一個 5吋的 這就是5奈米的 5奈米的這個現在是阻力 現在就立刻就要搬到美國去 那最壞的 我聽過最壞一種說法 就是說美國將來可能 5奈米以下的 都要在美國生產 那這個就如果說屬實的話 你就可以看出來美國的心態了 因為美國現在 他們過去前一陣子有一個檢討報告 認為美國現在最大的這個 國防安全上一個大漏洞 就是高階晶圓 高階晶片不在美國生產 而在美國境外生產 所以他現在的政策 是要把這個高階的晶片 這個晶圓片的生產 放在美國來生產 那可是你知道美國要有Intel 可是Intel在7奈米的時候 就已經宣告他不生產了 那時候還說要跟台積電下單了 讓台積電幫他代工 那所以事實上5奈米以下 現在是台積電是龍頭 那所以台積電壓力很大 那不過美國現在強迫台積電去 是不是就強迫到這個壓力 很難說 因為美國國內這些 國防安全的這些專家 他們真的也跟英國的 Economist看法一樣 真的台海說爆發戰爭就爆發戰爭了 因為現在這個台海已經是一個火藥桶 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本身的獨派的聲音 越來越大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大陸的軍力實力越來越強 所以在這兩個條件之下 美國包括西方的Economist 他們對台海是不樂觀的 我常常說台海現在是一個火藥桶 現在誰是那根火柴 只要一點即燃 那美國當然要急著把這些高階晶片 因為高階晶片 主要重點是在軍事用途 還有這些航太用途 都有很強的國航意涵 美國當然要把這個廠抓在手裡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這個劉董事長講這個矽頓 他要讓大家放心 就是因為我台 這個就看你怎麼講 就是因為台積電在台灣 所以大家都不會對這方 採取激烈的 甚至軍事的行動 這個講法對台灣很有利 是 陳彥要補充 對 我補充一個概念 其實現在台積電的態度 是會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我這樣講 在全球半導體的一個地圖裡面 握有設備的 就是高端製造設備 就你要做整個晶片 你要有設備 他是握在這個荷蘭的手上 對 那實際上他跟美國的關係 他基本上也是聽美國的 沒錯 他設備在這個地方 之前不是就講 美國要這個半導體設備的廠 就是ASMO嘛 你講的是像 ASMO 對 EUV的機台嘛 那包括你DUV的機台 好 這個部分 對 這個有機台 好 但是這個是一個地圖 那我們自己沒有機台 到目前為止 我們自己沒有辦法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關鍵材料 特用化學 這個部分 對 這個部分在誰手上 在日本手上 其實他就地圖就又跑到日本去了 所以我們就飛飛飛飛 要看到看日本 所以我有了設備 那我也得想辦法拿到特用化學 這些材料 光竹劑啊 這些日本握得很緊 非常非常緊 好 那 那美國到底握有什麼 其實就是設備 包括你在做IC design 你要用到的軟體 都在美國身上 但是美國有設備 他沒有技術 他沒有人才 所以他必須仰賴台積電 所以現在台積電其實有 他最大的優勢是 如果我的人才 我不輸出 我的技術也不輸出 你設備不給我 你不給我 那我也不東西給你 好 那你日本的特用化學 要不要給我 你不給我 我也東西不給你 這個是目前台積電 能夠站得非常穩的 在地圖當中 最重要的那個角 就是他其實 你說把他抽掉 你有設備 你有特用化學 都沒有用 而且還有一個 更重要的是什麼 台積電後面 他所需要的 細晶圓在我們手上 是 封裝測試 也在我們手上 所以等於說 這兩個拿掉以後 後面 其實都在台積電 整個團隊 整個產業鏈 所以他能不能把後面 應該都是挺台積電的 這個部分要站穩 我覺得 才不會在 美中台日 的這個平衡當中 失去了角色 所以以前 張忠謀就講過 台積電未來 會是非常 這個戰略必勝之地